詞曲 李宗盛 編曲 編曲 李宗盛 早上提了一些議題 柔柔組跟那個 總部好像沒有關奇 這個其實我也不是找大家麻煩的 我在說一遍我是信義國小家長會的委員 分管營養午餐這一部分的監督 一個小朋友念小學一年級 台北是信義國小 一個小朋友念小學三年級 我們關心的問題只有小朋友明天的午餐吃什麼 是不是他吃的OK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當然今天我看了很多問題 中間有些時間我們在 不管是討論有機蔬菜 或者每週一蔬食 我個人以為這些問題 其實都是目前的採購法規 以及做法裡面是可以解決的 就是採購權在誰的手上 好像沒什麼好討論 對不起 尤其有些團體看法跟我不一樣 那第二個 剛剛有一些關心的家長 或是人士 他們關心業者為什麼沒有來 那待會兒如果有人想要問業者有關的問題 我可以帶著業者來回答 因為我跟西北市的營養午餐業者 最近這幾個人有些人在看守所 還沒出來 台北市的營養午餐最大的業者 我也跟學校去參訪過 最大的幾家參訪過 我非常了解這個作業流程 以及業者所遇到的困難 那業者為什麼不願意出來說話 說的話後面生意難做 這個官有官嘛 官有官的那個嘛 他們有他們的政績嘛 那各單位有各個單位的業績 很難去做這個事情 有很多憂心的家長在談這個問題 那我覺得剛剛組合聯盟的華姐說得非常好 請問一下 到底孩子的營養午餐該誰負責 我覺得這個議題要先解決嘛 你們把問題推給校長 推給業者 推給政府 我覺得不公平 政府何其倒楣要承擔這些事情 那我也要問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解決 那一定弄不清楚 那營養午餐到底是一個政策 公家的政策 還是一個商業行為 那如果商業行為回到商業行為解決嘛 如果是一個公共政策的話 那我就要問一個問題啊 這個公共政策的話 那又用什麼制度去解決 所以我認為營養午餐的問題 大家談了這麼多 我個人以為 大概要從制度面談一些問題 學校面談一些問題 家長又是一個問題 業者又是一個問題 再來 天鄉的小朋友跟台北市 新北市 新竹 桃園都不一樣 可能各個學校大小還要分級來談 有的學校公辦公營 公辦民營 有的包給業者 有的是合餐 各位這些所有議題不能拿在一起談啊 他會失交的 我覺得今天 上下有很有心辦這個事情 我們配足跟感謝 但是 我們這樣討論議題會失交 所以我們建議下一次是可以分的等級 更清楚的來辦 可能會讓議題的討論更清楚 那大家的問題才不會一大堆 但是又找不到該解決的事情 我們還是問這麼多問題 官員回答 誰回答 那我們還是明天營養 明天的營養午餐是不是改變了 沒有 那我們的結論是什麼 所以 我這邊是不是覺得說 是不是應該要先把政策面的問題 先解決 就是說 在政府的角度 或者在學校的角度 校長沒有這個專業去解決 有心的校長他也要學一陣子 他才知道 喔 原來買自己在這裡 他不是要貪喔 他也不是要幹嘛 可是又出了這些問題 那是什麼東西讓他這樣 那業者為什麼老是要把這些偷成這樣做不好 新美市還有業者 我聽一個朋友講說 欸 這個有一個朋友跟他買豆腐乳 過期的豆腐乳 是營養和業者 各位 我們集合得到嗎 我們查得到嗎 我們有辦法判斷嗎 我們誰有這個專業呢 不可能 所以 這個問題是非常多元的 但是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商業行為 用商業行為去解決 那 價錢 成本控制各方面 那是另外一個 但如果是一個公共政策 我現在也想從業者的角度提一個問題 你們任何人 如果你經營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的員工 一年只有九個月上班 請問其他三個月的薪水誰付 你們可以回答 還是要從另外九個月裡面賺來嘛 那我們現在營養午餐 那學校一年幾個月讓他們做這個生意 八個月 九個月 那請問一下那其他四個月員工怎麼辦 明年照片 啊對不起沒飆到 營養師你失業了 除工你失業了 廠房空了 那業者怎麼做下去 好 再來談業者另外一個問題 他今天去火災市場批發買菜 他付的是現金喔 學校營養午餐今天是月節 然後 當然很快出錢也沒有拖 可是他就要先墊錢 那商人要怎麼做 他有沒有把你洗穿進去 OK 那非常多的問題 剛剛有一位媽媽問我一個東西就是說 因為我 我對有機的這個供應鏈也非常熟悉啊 我的碩士論文就是寫台灣有機供應鏈 我不想清楚整個這個供應鏈的問題在哪裡 也知道怎麼解決 但是 他問我的問題是 中間你覺得我們多少錢可以做出 用有機蔬菜做的營養午餐 到底有機的價差跟冠型的價差差多少 OK 那就要看是什麼菜 可是如果一般的菜 在我們這個農產交易網站其實 農娘子他就有這個每次的行情交易嘛 那這個行情交易大概是一公斤在平常的價格 大概十幾塊上下就有了 這叫冠型的 但是有機的那不一定 因為有機並沒有一個交易的平台 但是呢 大型的農場可以去談 我的了解就是說 呃 我舉個例子 我們小朋友 呃 呃 一餐啊 假設你營養師的計算他吃有機蔬菜 比如說 呃 七十公克 那 一 十塊錢的 菜的話 七十公克等於他一餐只用0.7塊的菜而已 那好 那我換成有機蔬菜 假設有機蔬菜比他貴 五倍 五十塊好了 齁 那就代表說七十公克 乘一 呃 五十 那等於多少 3.5 也就是0.7跟3.5元有機蔬菜的價差而已 差多少 呃 我講的是行情絕對不會差很多 事實上就是差不多這樣子而已 3.5-0.7 也不過就是差2.8 那邊有數學融合作請各位包涵 差2.8塊就可以吃到有機蔬菜 我們家長付不出來嗎 絕對可以嘛 那所以家長問我說 我說五十塊就可以辦 其實 很多問題還是回到就是說 談這件事情的人 負責行政的人 專不專業 他如果不專業這些東西 就被業者牽著鼻子走 但是業者也不是壞 業者有他的苦衷 可是行政都不解決 你繼續讓他下去 所以我個人以為就是說 呃 我不是在解決什麼問題跟回答什麼 但是我覺得所有問題 還是要回歸 這個面來講 孩子的營養品才誰負責 付錢的是誰 然後他在學校究竟是一個 像教學一樣的任務 那是屬於教育的一環 還是說他就像以前福利社要買 運動衣還是這個製圖 他是另外一種行為 那用不同的做法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說 是不是厘清金曲之後 後面的東西 才會清楚說要怎麼辦 到底在營養品餐是由誰來負責 其實我們也為什麼要辦這一場 希望說 如果來談這個問題 另外我們很想來建國 一個所謂未來的資格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要請張老師來看 日本的實力 跟日本的實力 整個白糖師 那因為今天整個性 整個那個 課題安排都會非常清楚 那另外我再提個問題 就是我想 在高中現時有一個國小 那個國小的校長非常支持 那個 跟那個組織國小 他使用那個在地資格 結果我換了校長 那個校長 比較喜歡搞文化的 所以以後我們這樣就標給那個廠商 所以說 同樣會有困難 所以為什麼說 我昨天看西伊伯來的藥 藥是一個 比較 避險的 而且是一個 大家可以去遵循的一個政策 而我說 假設校長要 就可以這樣 你校長要就可以換到 他就不取得 我想說 這種委會 我即將補倒我的農民 我的農會 去賣這地資格 結果校長說 我根本就不想買 他也不用遵循 但是說 如果我們在中間有一個政策 我就是這樣 像過文說 我前來幫你補貸的 我就是要你來 部件農產 我幫你規定好好的 我認為說今天答案很要的就是這個 一個民間的一個單位 一個民間的政策 我不要說 那個會 來參與我們 座談 讓農委會的家庭 會進行做錯誤 報告 提供的獎勵裡面 特別提到這一話 就是說 農委會要來支持 我們中小學營養午餐 優先產後 國產優質融產品 所以 這個農委會主動洽請教育單位 要鼓勵協同午餐 拜託教育單位要多鼓勵協同午餐 多產後國產優質融產品 所以 我們今年 當然是教育部 農委會當然窗口的教育部 那我繼續講 所以我們當時就建立教育部 要修改 學校餐廳廚房 延伸消費和設施 衛生館的辦法 建議他們還要將 我剛剛講的節股蔬菜 CAS生鮮的節切 這些蔬菜水果 要納入學校午餐 食材採購的必要規劃 我找到報告裡面 這個檔案是 我想檔案也有給你們 那第四點 我會幫教育部回應 教育部在今年5月3 5月53號 針對我們前開的建議 前面我們前面建議 他們有修訂了一個 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所屬中小協辦 與學校午餐 因此 注意事項第五點 那這個第五點 內有是什麼 他們是正列說 因優先使用 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至 優良優產品項目 以增進協團 使用國產輸入的經歷 並先導任何台灣公園 那這次教育部 也已經把他訂了 那現在是說 他的內容是說 應優先使用 應優先使用 那我跟各位說明 我們同事有 有給我一個資料 他說從下學期開始 好像台北市跟新北市政府 有訂定一個 針對 學校營養午餐的產後的一個畫面 那這一個畫面裡面聽說 就要營訂 這個學校的營養午餐 這一些食材 要來使用 因為俄國不是優先 他更入貨 聽說不是 因為教育部是講優先 那地方政府當然 地方政府的權責 那地方政府聽說 就要來限定 要來使用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想我們都會相當感謝 也相當支持 我們認為 地方政府還應該是這樣 我們要來 來爆炸我們協同的 這一個營養午餐的食材 是衛生安全的 那當然 農業省的義務就是 我剛剛講的 我們要確保 這一些 經過我剛剛講的 不管是有機的 不管是機能 不管是CS 不管是產銷的 都要通過 我們和相關的衛生單位 所規劃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們針對這事情 很重要 那我可以請問 那 我想就一個生產者 他一個是 在校老師的一個身份 來談一個 這樣的一個問題 然後巴拉迪哲也講到 我剛剛會強調 我們 我們的孩子 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吃的東西 從哪裡來 我們的孩子在吃飯的時候 那 吃的是有機的 蔬菜 他們會有感覺 還是吃盥形的蔬菜 有感覺 可能都沒有 所以其實 真正來講的話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會看到一個說 日本在推行的 食欲的白皮酥 其實 這樣子的一個食物的來源 才是我們剛剛講到說 午餐到底是家長的問題 還是 政策的問題 還是 孩子的健康是 到底是誰的問題 其實這個 中文回來的時候 我們就會談到的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再把一個 整成的大一個 一個 農民會當然希望說 能夠照顧我們的農民 然後教育部來講的話 希望我們的孩子 能夠真正認識我們的食物 這是一個教育的觀念 如果這兩個可以能夠結合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 可以 可以辦一個是這樣子的話 讓孩子 我們的孩子的戶外活動是 譬如說 去任養一分地 一個學校去任養一分地的農 然後我們去任養這一分地的時候 我們請這個農民呢 讓孩子能去親自去體驗 所謂的農業教育 然後這個教育並不是一年去一次 而是說呢 你可能兩個月去一次 或者是每個月去一次 下雨天你也知道 下雨天的農民 種的是這麼的辛苦 那這樣的一個活動來講的話呢 從學校老師帶著孩子 去做這樣的一個外教育 而不再是這個外教育 只是說去369各個遊樂場所去 這樣的方式來講 第一個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的農民 那第二個呢 在教育的一個食慾上面來講 我真的覺得是說 孩子到底知不知道 你的食物到底怎麼來 我記得我哥哥小孩小的時候 我問他說 梁姐 你知道雞 你吃的雞 你知道雞長什麼樣的 我知道啊 你看過嗎 市場上面都 殺好好的那樣子雞 他沒有看過有毛的雞 就是說 所以我們剛剛一直談到 就是說 今天食物出了問題 是因為我們從小的一個教育 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食物是怎麼來的 那如果說我們今天知道 食物怎麼來的時候 我們環境教育也自然可以 可以如何 那我們校長 比如說要讓校長下來再去做一個環境教育 其實校長很忙 那 你說 那我們可以 對校長 親家的話呢 我就補助你不要多少錢 校長為了這個的話呢 去他那邊打課稅 然後去學校的教育 所以我覺得真正是從 我們已經開始的話 我們認識我們自身的一個環境的話 是不是可以從教育部這邊 可以提議說 那我們 每一個學校 或者是找一塊 No please 來做一個體驗 那樣子的話 是一種持續性的 那學院兩人開始去看一塊股面 這樣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